好,然後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TOMALE 現在有一個紙,這個就是說 停車在抬 對 然後你看我們等一下前面要右轉了 是 大家講一個技巧 右大左小 右大左小 右轉比較不會抬錯 OK,我能... 他沒有路 右大左小 好,各位看到地上那一個標件 就表示前面通常會是有彎道或是什麼的 那你就是要記得這邊速度要記得放慢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右邊有一個車道有沒有 那原則上這種 右轉專用 對,它一定就是轉彎轉用的 那基本上在日本開車是比較不會遇到那種 你直走走一走變左右轉 對,我要直走的話我就... 基本上就是這個車道就對了 對,對,對,對 我相信這個時間大家都 負不及待想要跑日本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集 日本自駕必須注意的事項 那當然這個自駕不只是汽車 還包含開車 那剛剛好我們這一次跟日本重車自駐旅行的 阿強在地日本達人嘛 他就由阿強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就是開日本很特別的什麼 K-Car 我們就從K-Car先開始講好了 黃色車牌是什麼意思 阿強跟大家解釋一下嗎 1000cc以下的就是掛黃色的車牌 那基本上路權都是完全一模一樣啦 開始啦 路邊出來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停車 好,然後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TOMALE 你看你的紙這個就是說 停車在開 對 然後你看我們等一下前面要右轉了 是 大家講一個技巧 右大左小 右大左小 右轉比較不會太錯 OK,我能... 哦,他沒有路 好 右大左小 好,各位看到地上哪一個標籤 就表示前面通常會是有彎道或是什麼的 那你就是要記得就是這邊速度要記得放慢一點 雖然他沒有說強制你一定要放慢啦 但是就會建議你看他 他為什麼剛剛有標籤 因為是蛇形 他剛剛蛇形 他剛剛蛇形 他就是在視覺上讓你覺得路邊的小人就會緊張一下 視覺上你覺得路邊的小人就會 對,比較本能性的小方慢 那還有很重要就是 就是說停車 一定要停在一個合理的地方 他們是沒有路邊停車的 大部分的商店 就是市區 比較例外啦 但是大部分的 郊區的商店 他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停車場 所以我要去車保會停車本停車場 各位可以看到 右邊有一個車道有沒有 那原則上 右轉轉用 對,他一定就是轉彎轉用的 那基本上在日本開車 是比較不會遇到那種 你直走走一走 變左右轉 對,我要直走的話 我就 基本上就是這個車道 對對對對對 對啊,我在台灣 我為了要直走 我要一直變換車道 對對對 對,在日本我直走 我就是這個車道 那我如果預期我300公尺後要左轉 那我就 對,我就200公尺 所以給他看一個 有一個原負50 兩段式左轉 那個就是日本的兩段式左轉 就是給50C以下的車 但50C在日本限速是30 對,台灣是限速50 就是你要慢不慢 要快也不快 他這有右轉專用車道 你看他的專用車道 他這邊感覺不行 在這裡 還比較安全 這邊就會轉過來 所以我們Google 有時候也會 也不要一直永遠都聽他的 畢竟電腦 95%是對的 他還是有5%的 是跟實際不符的 等一下上這個都市的高速公路 都市型的 就是我們的建國北路 高架那一個 建國高架 對 然後你看喔 他那個標記有沒有 他也會告訴你就是 你要變換車道 右邊上去 這個我覺得比台灣的 很清楚 你會先看到一個潮化線 路口是這一個 好,然後要告訴你 如果你看到這個像這個標示是綠的 那通常就是要付錢的路 那要付錢的路通常也就是 只有 超過125CC可以走的路 就是這種綠色的就對了 那像這種都市高速公路都是 不算距離的 上去就是收這個錢 不管你是下一個交流道 就下 還是走到底 對 就是一個錢 所以通常如果我們就是 很快就要想說 我不會走這個 太貴了 其實有一個蠻特別的 像剛剛他寫的 速限3C 但是剛剛那速限3C沒有了 但是 真的是3C 對 好,你看喔 他就是在轉彎的地方 他就會有點沒有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的手的話 讓這一個靠右 就是讓你不開那個 音響曲 會比較好 對 比較外面 那這是什麼意思 他在說 你要走 你要往內的方向的話 就順著這個黃色來 出色走 其實就是 顏色 還蠻知覺的 還有現在的錄取締路線 這邊是 屬線不會取締 但是他的取締是用照相 照相 是用照相 一般道路的話 會警察翹出來 藍 你看這邊要有箭頭顏色了 有沒有 藍色 我們要 假設要往大野城 就是跟這藍色 對對對 那我們就要找 地上藍色的標誌 對 藍色的 我們現在已經褪色了 好,他會寫一個 錐撞注意 有沒有 有沒有 錐撞注意 所以簡單的市區高速公路 價錢大概就是這樣子 欸 你看錐撞了 真的錐撞 是錐撞了嗎 還剛講 錐撞突一 就錐撞 好,然後我們要這邊 左切 然後我覺得他有讓我們的時候 我就點一個閃燈 代表感謝之意 像這邊 因為他一定是比較大的路口 然後他有一個右轉專用道法 你就可以看到他 右上角一定有個右轉專用號字 那就不要看到圓形綠燈就草繆 那個一定是違規 他就 右邊一定 而且他的右轉專用號字 一定會在這三個號字的右邊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辨認的 然後 其實有一些特別可以注意跟大家講的一個標線 就是虛線的那個箭頭標線 虛線的箭頭 他的箭頭的轉向 譬如說他等一下右轉 他會有那個虛線跟實線的箭頭標線 你看看有沒有前面那一個 他這個是 你看他會有一個虛線的箭頭標線 代表前面會有一個右轉 壁車道的一聲 你看然後 對對對 他會有一個右轉壁車道 然後到了這邊就變成實線 那你如果看到地上是實線的箭頭標線 代表你這個車道 只能 右轉 對 對 然後你看然後這個是虛線 他就代表說前面有一個右轉附加車道 如果是實線 就代表你的車道只能右轉 這個也是要注意的交通規則 我對日本自駕的交通規則 跟台灣其實沒有什麼開大差異的 而且他們的道路規劃也非常非常清楚 蠻容易理解的 那就是有四個要再重申一次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點 第一個呢就是小心不要逆向 在對台灣人來說就是 需要特別特別一直留意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遇到 無號制的行穿線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要準備停浪前輪 然後右轉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對象的車輛 這個是非常致命的一個車禍形態 然後第四個呢就是 他在日本路權非常非常的分明 你在主幹線路口的時候 不要隨意踩炸車 那是一種危險駕駛 同樣的那你在支線出來的時候 你一定也要注意主線的車輛 一定要停浪他們 絕對不要想說 喔我趕快過去一下 我告訴你這個 也很容易發生事故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看完這一集之後 對日本的行車規則 就是有更多的了解 希望大家就會來日本玩 玩得愉快 輕鬆那也安全 演唱有電子 發音功能 情音樂 發音技 發音功能 發音功能